各位學員,大家好,我是國嶺集電朱姆輝 今天為大家所介紹的是車壓機的使用方法及它的注意事項 首先我們先對車壓機的部分來跟大家做個介紹 首先這個是電源線,像我們車壓機來講的話 它使用的電源是用110的電源 使用電動工具之前的話,最好再插頭全面加裝個漏電斷路器 再過來就是說,本身這個是車壓機的本體 這個是腳盤的部分 如果管線太長的話,後面這個腳盤也是一樣要把它做一個固定 再過來介紹的話,這個是切管刀 管線長短的話可以用這個切管刀來切 一般的話都是用砂輪機來切可能會比較快 這個如果說現場只有大概兩三節的部分,我們才使用切管刀 再過來就是說,牙板的部分 這個是牙板 最後這個是那個 在修毛邊的刀具 管子切完以後還有毛邊,我們要把管子內部做一個毛邊的修平 另外的部分 另外的就是說,最下方的部分是油盤 油盤的話,就是說平常使用前後一定要先整理乾淨 要注意裡面到底有沒有油 好,接下來我們來介紹那個牙板 像我們這一台車壓機來講的話 它本身只能測到兩英寸的管子 所以我們要依據我們那個使用管子的大小來選擇合適的牙板 像我們公司來講的話,牙板一般的話都本身都已經組裝好了 它這個牙板來講的話 本身是從四分到六分的 四分到六分的牙板 另外一片 因為這一台只能測到兩英寸 所以我們這一 還有另外一個牙板就是一寸到兩寸的 這個的話就是說看你管徑的大小 直接來做一個拆換的動作就可以了 假設說我們現在是要測一英寸的管子 然後就直接把這個牙板拆下來 換上這塊牙板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開始做測牙的動作 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說 一般分公司來講的話 可能牙板沒有那麼多片 沒有那麼多片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更換牙板的方式來做一個更換 更換牙板的話要注意的事項就是說 牙板本身有分了一二三四 四片牙刀 所以你要依照這個順序來做個更換的動作 那要怎麼更換呢 第一個首先當然要選擇我們要車的那個管子的大腳 來選擇適合的牙板 牙板來講的話 本身它上面都有一二三四 這個順序 這個順序 牙板的時候 你在裝的時候 也要照著一二三四的順序 像這個的話 就是說把這個固定 固定處把它放鬆 這個 把掃的部分推到底 推到底 推到底 它會卡一聲 然後這個牙板就可以抽出來了 就直接抽出來 順著一二三四把它抽出來 好 我們新的牙板也是照著順序 一的部分牙板也是選擇一的方式把它放進去 放進去的時候它有一個卡榫 有一個卡榫 一下就對了 然後一號裝完了 再過來是二號 二號裝進去 也是一樣有個卡榫會卡住 再過來是三的部分 第三片 再過來是第四片 第四片 卡進去了以後 卡進去了以後 我們這個來 放看看 看看 如果都ok以後 剛剛因為這個 來講的話 是會稍微跑掉 所以要 要把它調整都ok 這樣都ok了 好 這個再把它稍微固定一下 翻手再翻回來就ok了 這樣就可以了 就是新的牙板就更換完整 那這個牙板的部分也介紹一下 因為牙板的話 一般我們分為車 一般的都心鐵管 跟白鐵管 像我們公司來講的話 都是買那個白鐵管 因為白鐵管來講 可以車鐵管 可以車鐵管 可是如果是鐵管的牙板 不能車那個白鐵管 所以我們就 乾脆就直接都買那個可以車白鐵的 像這樣來講 白鐵管也可以車 那個鍍心鋼丸也可以車 也可以車 有很多人 可以車子 以及鞋子 如果是有很多人 做你的耳衣 還可以車子 是來自行的 可以車子 可以車子 可以車子